如果看见长眼睛的木头 你可千万不要靠近 不然会出来可怕的生物 偷偷闯进你的家里 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害怕的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男人在树林里 无意间看见一个木头 当他准备靠近时 就发出奇怪的声音 男人以为里面住着小动物 便把面包放在上面 可转身刚离开 木头上竟然长出诡异的眼睛 死死盯着他的背影 只好开车回家 却又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突然通过后视镜 看见诡异的一幕 男人吓得赶紧撒车 转身看向后面 诡异的是什么也没有 梦圈的男人顿时梦圈 这一切也被怪物看在眼里 男人一边吃着面包 一边回想着车上的一幕 丝毫没有察觉到 怪物已经偷偷来到家里 突然窗外有东西落下 男人赶紧开门查看 奇怪的是仍然什么也没有 但是屋里传来的声音 却让他毛骨悚然 紧接着又被吓得一击灵 男人慢慢地朝桌子靠近 突然一扑冷 吓得沉好赶紧打开缸门 一道黑影瞬间飞了出去 晚上男人睡得正香 却被一道红光惊醒 顺着光线迷迷糊糊地走出去 却发现白天的那个木头 男人此时惊恐万分 礼物也随之出现 就是白天看见的怪物 只好再也受不了了 突然男人从梦中惊醒 还好只是一个美梦 可当他转身却发现 枕头上竟然有一根羽毛 男人来到床前 发现做的梦又是真的 那个阴魂不散的木头就在眼前 这下男人彻底怒了 气愤地拿起斧头 用力地向木头砍去 然而诡异的是 却砸出了番茄汁 紧接着怪物也掉到地上 嘴巴里还流出草莓酱 还没等男人走到跟前 怪物直接扑了上来 把男人摁倒在地 只好奋力抵抗 紧紧抓住血喷大口 情急之下男人摸到了斧头 哭吃就是一斧头 便撒鸭子跑回屋里 拎着不要钱的柴油 全都倒在木头上 接着划着火柴 点燃木头瞬间燃起雄雄烈火 诡异的是此时怪物也被点燃 然后掉落在地上 那么看完短片后 你知道这个怪物叫什么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关注淡淡 下期更精彩 男人一觉醒来 发现屋里出现个诡异的东西 他吓得撒腿就跑 可来到洗手间 窗外闪过一道黑影 男人顿感不妙 想逃离这里 结果正好被怪物扎中 下面男人睁开眼睛 失去了记忆 并且陷入了时间循环 一次次被刚才的怪物追杀 他跟往常一样打开窗户 却发现飞机已动不动 正当他蒙圈时 哭吃一下 被怪物拧端了脖子 诡异的是 男人又回到了这个早上 接着开始各种司法 先是被做成了烧烤味的烧烤 又被弄成麻辣鸡头 开门夹端了手臂 换衣服被抱头 被门框夹 洗澡被偷袭 就这样轮回了十年后 当男人再次醒来时 终于有了记忆 这让他大吃一惊 男人把手放在冰箱门上 下一秒 就看见自己被扭断脖子的场景 男人瞬间想到一个 逃出去的方法 他像以前一样仗在窗前 紧闭双眼 感觉到怪物慢慢靠近 就在怪物伸出刚美的美甲时 男人插的一下 蹲下绕过了怪物 躲进了洗手间 当怪物追来 男人把皮穿子 怼进他的嘴里 让人震惊的是 怪物竟然喜欢这个味道 男人吓懵了跑到客厅 拿起祖传的板凳 哭吱哭吱就砸起了门锁 打开房门 就要逃出去 可结果一根电棍 就怼在他的脸上 而垫他的不是怪物 是一个可爱的大白 男人万万没想到 其实他只是一个 测试怪物的小老鼠 女孩脸上长了痔疮 他想右手挤 结果越挤越大 瞬间沾满小半张脸 而诡异的是 里面似乎还有什么东西 下一秒 女人吓得大喊淡淡 这太恐怖了 他仅仅是上了厕所没洗手 接着用没洗的手指 触摸黑头 妈妈咪呀 这床里的东西 太动了一下 女孩小心翼翼地 想把它拽出来 让人没想到的是 从农包里钻出 99.99条小蜘蛛 女人吓得直扑了 好在同班听到尖叫声 及时赶来 看到女孩浑身爬满小可爱 众人来不及蒙圈 男孩脱下外套 想把小可爱赶走 可是根本没有用 还好溜一个同学 一把拎起涮脱布的脏水 以每秒9米的时速跑了过来 哭吱一下全都倒在女孩的脸上 好在脏水有一股厕所味 成功地熏走了小可爱 可女孩也留下了心理阴影 再也不敢 上完厕所不洗手了 可让人不解的是 她究竟是 上的大的还是小的不洗手 才会长这么大的痔疮呢 小丑正在搬砖 一个长相哇塞的女人走来 小丑一扭头 见女人邪魅一笑 瞬间蒙了 表演也不专注了 可下一秒 女人却不见了 画面一转 女人在旁边表演起来 只见她把一枚硬币放在手里 慢慢举起 等手再次展开 硬币消失不见了 这迎来了热烈的掌声 原来女人是小丑的媳妇 女人走到小丑面前 本以为从耳后可以拿出硬币 可是啥也没有 这给女人整不会了 然而小丑咳嗽两下 便变出了硬币 媳妇不服 又表演起了杂技 只见小丑一个枪指 小球瞬间掉了一地 观众都失望地散去 媳妇不玩了 要回家看淡淡 可突然被什么东西 穿了脑袋 下一秒 身体便不受控制 跟小丑做着一样的动作 女人气急败坏 可怎么也摆脱不了控制 她只能任由小丑的摆布 我真怀疑是不是亲媳妇 女人求饶 却被封伤了嘴 接着露出诡异的笑容 朝女人走去 这时女人吓得尿不湿都湿了 可小丑并不打算放过她 做着打气的动作 瞬间女人的身体膨胀 仅过了3.14秒 女人便双脚离地 看着轻身的丈夫 飞进了大气层里 如果你有这么个变态老公 你会怎么办呢 手机发出这种声音时 千万不要看手机 看完之后不仅露出诡异的微笑 就连男友对你说话都会听不见 一直对着手机傻笑 白天不吃不喝 晚上熬夜到通宵 最后开心的领了盒饭都不知道 害怕的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这天女孩收到一条短信 拿起手机时 却发出神秘的声音 听起来特别的销魂 女孩瞬间不受控制 微笑中伴随着呆滞的目光 一直看着手机 就连男友叫他都毫无察觉 呆呆傻傻的看着手机 看起来特别诡异 眼看女友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轻轻推了一下女友 可女孩依然舞动于衷 无奈男孩只能将手机拿开 女孩这才有了反应 半天后她终于回归现实 男友说要出差一个月 叮嘱安娜照顾好自己 她开心的回答没问题 男友离开之后 手机又收到消息 紧接着发出诡异的声音 女孩瞬间着了魔一样 捧着手机微笑 过了一个白天 又过了一个夜晚 就这样不洗脸 不刷牙 不眨眼 突然手机没电关机了 女孩再次苏醒过来 于是给手机冲上电 就在去接水的功夫 突然手机又收到消息 女孩拿起手机 又是熟悉的声音 女孩瞬间被手机吸引 瞪着卡之兰大眼睛 露出西班牙 如痴如狂地捧着手机看 晚上看到白天 又从白天看到晚上 不睡觉不吃饭 就这样看了一个月 直到男友出差回来 看见女友坐在沙发等她 可男友来到跟前发现 安娜早已经领了盒饭 脸上还带着诡异的微笑 所以玩手机千万不要上瘾 感谢关注淡胆 下期更精彩 给你一个亿 你敢坐这样的沙发吗 直接女人的头部 慢慢地迅速被沙发吞噬 接着是整个身体 其实美女只有18岁 只是昨天花了9块9的巨款 租下一层楼的大别墅 接着怪事连连 钢粉刷的墙壁 又瞬间变脏 刚把破旧的杂物 扔进垃圾堆 可转身回来 又完好无损地在原处 女孩便收了又扔 垃圾扔了一大堆 这才意识到房子有问题 再照镜子 发现自己已经老了几十岁 女孩慌了 找到房东退房 可房东一脸淡定 拿出放大镜 给她看合同条款 有了新租户才能退租 无奈她找到牙医开证明 说房子里甲醛超标 损害自己的皮肤 牙医却劝她去整整容 再等她照镜子 又老了几十岁 牙齿都嫌弃地离家出走 她害怕坏了 赶紧找到房东 男人已经见怪不怪 反正房子是退不了 女人气疯了 把汽油撒满房子 正准备点火时 突然上不来气 瘫倒在地 还好房东及时赶到 从女人的嘴里 掏出二米多长的雷丝垫 这才有了呼吸 到了第二天 她发现胳膊不对劲 只轻轻一拉 皮肤竟然掉了 更可怕的是 自己的血管变成了毛线 她终于决定 把房子转租出去 很快一对男女 看上了房子 就在准备签字时 女孩突然反悔 大发脾气 赶走了租客 如果可以 她想成为被诅咒的最后一人 女孩太伟大了 最后任凭沙发吞噬她的身体 女孩受到诅咒 竟发现小腿编成了木棍 更诡异的是 截开衣服扣子 心肝脾胃肾都立架出走了 女孩害怕坏了 一米五一米六地走着 这是一个好心的大姐上前 想要帮忙 却被眼前的荧幕瞎蒙了 听导演说 评论区狗头保护 就能化解诅咒 可没过多久 女孩幸存的右腿 也变成了纯铁的木头棍子 很快整个下半身都成了木头 女孩艰难的迈着肇四的步伐 可是短细的双腿 还是撑不住几十斤的上半身 最后体力不值 一阵天旋地转 变成一把三手心的新椅子 转眼过了三年 直到一位大哥发现了她 看椅子还挺新的 就准备带回家养老 可走着走着 女孩重新变回了女孩 抛弃了跟随她一生的衣服 跑进了角落里 重新变成了椅子 等没人了 她才悄悄溜出来 幸运的是 她被一个帅哥发现 拿回家做了凳子 等男人上班 她就变了回来 帮男人浇花做家务 从此两人过上了幸福生活